小白 你們家老闆呢 他今天提前走了 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兒了 行 我又被醜拒了 不得不說 某位作家養的狗 都比他熱情啊 我都拿出這輩子 能夠拿出的最高誠意 請求他簽一個出版合同 我這輩子還是 第一次給男人買早餐 就變他說不值十幾萬的版稅 那是一個包子的事嗎 那可是我的少女心 這經歷 怎麼這麼眼熟啊 猴子是初禮 早生好 歡迎光臨 是你啊 嗯 你們那本《歲月如歌》呢 我記得是和 《東方倚文露》放在一起的 有一點事情 正好想對比著翻開一下 哦 展示架正準備換 你要找的話 去後面書架看看 好的 不對啊 我躲著他幹嘛 你說 我說我還要不要三姑茅碌 明天給他帶碗看上去更高級的 皮蛋瘦肉粥 你 早茶老實 呃 好巧啊 我先走了 等等等等 周川老师 你不要嫌我啰嗦 今天早上和你说的事 你能不能再考虑一下 呃 嗯 我再考虑一下 走 如果我没办法 签下您的书 做好您的书 我就没办法 继续待在圆圆社了 您的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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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可爱的书 您的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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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书 您的书 您的书 明天十一点 带着你的合同来 这是同一千月的意思了 过时不耗 我在干什么呀 在十点半 哈喽 二哥又见面了 我来找你的爸爸喽 我是他哥哥 不是他爸爸 周川老师好 周川老师 你想好了吗 你真的要把 洛河神书签给我 假的 骗你的 把你骗过来耍你玩的 开心了 好 怎么了 我工作室的章找不到了 我可能得找一下